时隔四年,中国南篮的进攻核心之一王志志在完成了公开道歉后,终于重返国家队。 而回到国家队的第一站就是世锦赛,对阵塞内加二,19分9篮板,命中关键三分球,杀死比赛。 对阵斯洛文尼亚的关键时刻连得5分,造就了王世鹏绝杀斯洛文尼亚的经典时刻。 毫无疑问,这样的表现让所有人都非常满意。 不过,他06年最高光的时刻,韩世带领国家队重新拿到亚运会冠军。 那是中国南篮第一次由外交带队参加亚运会。 彼时,杨明因为NB赛程冲突没有参加,中国南篮的核心是回国不久的王志志。 年轻的一介连技术还不成熟,更多的是在防守和吃饼上做贡献。 再加上卡塔尔的队员是从美国规划来的大学生球员,所以这支中国队并不被外界看好夺冠。 首节比赛王志志12分和朱芳玉的8分,帮助中国队首节领先。 但此时的一介连,有些手软,被对手连续两次盖帽,被主教练尤纳斯换下休息。 对手追分的关键时刻,王志志再次连得4分,外加莫科外卫的3分精准命中,将比分分差重新拉打。 等到其他人的手感逐渐回暖,加上密不透风的防守体系,中国队逐渐拉开比分,用八战全胜的成绩,重新拿回了亚运会冠军。 不但如此,本届亚运会上的另一个惊喜,就是王志志与易建连的双爬组合。 在没有姚明的决赛中,王志志的28分6篮板,易建连的8分15篮板,都说明了,也许这才是中国男篮最大的收获。 同样的身材,同样的身高,当姚明不在的时候,王志志和易建连组成了中国男篮的全新双塔,和姚明在场时不同的是,因为王志志和易建连的身材条件相似,两人可以在大前锋和中锋的位置上随时换位。 两人迅速的移动,也在防守中的补防端,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 而两人各自的攻击能力和不同的攻击特点,也让对手在防守时显得非常费劲。 在本届亚运会的最终得分榜上,王志志和易建连分别以场均19分和16.6的得分,成为四强球队中的第一名和第三名。 而事实证明,这样的组合也确实在后来的比赛中起到了帮助。 为和姚明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,帮助中国队在08年奥运会上历史性的挺进了世界八强。